第十四個問題 OK 我們開始吧 我們從上集的第十三個問題之後 我們的第十四個問題即將開始 然後請給小便回去 給大家來跟我聊聊天 第十四個問題 你為什麼想要去澳洲 然後 這個問題 應該很多人蠻好奇 租國打工一直都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英文很爛 加上我沒有學歷 加上 有沒有錢 來澳洲打工 我就覺得好像很不容易吧 然後想 但是又不敢做 那時候的我 電力商店啊 裡面有電啊 我們各種服務業都做過了 薪水 情況就是 三萬 三萬出 應該要四萬五萬太難了 所以說我這樣年收下來大概就是四十萬台幣 因為我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賺更多的錢 真的找不到其他的辦法 所以我就 剛好有一個朋友在澳洲 在 雞蛋的工廠 然後我就問他說 怎麼樣我可以過去嗎 他說當然可以沒問題啊 毅然決然的就 訂了機票 提前就下去 我從想到澳洲 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去了 這個朋友呢 我在澳洲的時候跟他見過一次面 我們也沒有一起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 有一個朋友在澳洲就想說 比較心安 我幾時候自己上 自己做很多工科 然後結果 變成我自己是去 一個草莓農場 在澳洲 最大主因就是 肯定就是賺錢 我覺得沒有其他 真的就是賺錢 如果你賺得多 你會守住錢的話 其實那可以煮到錢 第十五個問題 那澳洲消費真的很高嗎 澳洲消費 其實 如果啊 餐餐自己煮 三餐 我女朋友幫我煮 準備 其實就是 一起 就是可能我們 一起去採買 然後一起 討論要吃什麼 然後 偶爾出去個外食 就是 唯一貴的就是 外食 因為餐他們的外食 平均最便宜一餐 大概是要三百塊 才比其他 才會吃飽的感覺 再來就是 油錢 油錢其實 算起來是跟台灣差不多 那是因為它是地大 所以我們 家的 市數會比較多 再來就是 因為最近俄羅斯 那邊的戰爭 所以 我們的油價 瞬間飆漲 比台灣大概貴了1.5倍 但是其實 還是可以接受的價錢 房租其實 真的 也就是 從一萬塊到一萬五 甚至你要去住到City 一個月是兩萬四六塊 我是來講台幣 因為我之前有在台北市西門 這邊住過 我那時候 一個月的房租 也是兩萬塊 但是我那時候 清楚收入只有 三萬二 怎麼弄 一個月只剩下 一萬二可以吃飯 澳洲的物價 真的沒有想像 這麼多 像是 你要買精品 3C 或者是那些 UNIQLO那些品牌的衣服 算下來 平均認得跟台灣差不多 那牛奶這個很便宜嗎 超便宜 三公升 八十塊台幣 類似回來台灣 我看了 兩公升 就要一百五十塊台幣 你說澳洲物價貴嗎 對不對 第十六個問題 你在澳洲這三年 是怎麼過的呢 OK 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 我19年的時候 到澳洲七月 然後 那時候 我就是 在草莓工廠 然後 當然是忘記嘛 所以才說 你這兩個月的時間呢 就是在工作 沒有什麼時間晚熱 因為是忘記 所以我就是 這兩個月幾乎都在工作 然後 每當一個 門桌屋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做 準備要離開這個地方 那時候我在過一次等 那時候 我還很猜 然後我就上網查 然後 要去哪裡 我原本就是想說 寄到二千塊 然後我就是去 市區工作看看 然後我就是 上網找到就是 墨爾本這個地方 就感覺 滿美的 然後覺得 該去一下 我就離開 坐飛機 到墨爾本 因為那時候 我還沒有汽車 到墨爾本過後呢 那時候 我也是上網查很多 資訊說 街頭 只要丟那個履歷 然後一去應徵 幹嘛幹嘛 然後就可以上 然後那時候 我在墨爾本 訂了兩個禮拜的住宿 墨爾本 真的很漂亮 很適合玩 大概到從 十二塊 到十八塊 澳幣 不等的私信 我就想說 不對啊 在台灣 就是做服務業的 我都已經到了澳洲 我為什麼要繼續做服務業 所以我就覺得說 來City 我不會想要來工作 來City 我只會想要來 好好的放鬆 好好的玩 所以呢 我又繼續上網做了一些工夫 然後 找得到 不小心 就是找到了葡萄農場 這個東西 葡萄農場 離City 要開始六個小時 那時候我沒有車 所以我客運 客運 做了九個小時 那時候吧 不小心交了女朋友 然後呢 我 一直跟她講說 上來很好 很好 然後呢 我就說 你一來 我一定買車 結果她說 她真的來了 她一來 我前一天趕快就買了一台車 然後你說 我在台灣有沒有開過車 我在台灣 考了三年的駕照 只開過一次車 那這次開了二十分鐘 而且是在南部 我敢不敢開車 當事情 該做的時候 你就敢開車 因為很多人都說不敢開車嘛 她就是又有家 所以我覺得其實 很多事情就是要被激發出來的 當你沒人靠的時候你就會去做 然後 那時候是九月 那時候葡萄也還沒有長出來 那時候做 葡萄的前置作業吧 搭葉子 然後 一直弄 我那時候待Nidura 待了七八個月 就是從九月 待到她的季末 她的季末大概是 五月 四五月 然後那時候 我就直接整季跑完之後 我那時候跟我的朋友調個好 我就覺得 農場 真的是可以賺錢 那時候 平均的時間都在 已經在三四十塊 肉場的部分 真的 真的 我真的 真的 不敢看到 那些東西 我知道肉場很好 我知道 很穩定 但是很多人都問我說 肉場有沒有 我就是真的不敢 那個 那個肉 太洗心了 對 真的不行 那個洗 會做肉 真的不行 然後有那個味道 所以呢 我們隔一年2020 567那邊的時候 跟去年我認識的那個公共 就聯繫上了 然後我們就 回去財產了 重點是什麼 疫情爆發 很多人 就會怕 然後就是 那時候是說 澳洲的 可以回去台灣 但是就是不能再出境 就是只能回去 那時候我也沒有想說要回去 那好吧 那我們就好好被關在澳洲 然後 不要進市區 我們就好好待在農場 可能比較安全 然後那時候草莓 因為我們採了第二年了吧 那時候疫情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那個 果價 農作物都漲 所以 那時候 疫情其實 我們也是轉爆 那時候第一年這樣過 第二年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我就跑了 第一輪的 一年 唯一比較特別的 有一年就是 草莓季結束 我跟女朋友討論 就是 先暫時 離開這個團隊 所以 然後我們繼續找了一個 妄想 重點 也是 想要順便去玩玩 就是去 澳洲的 塔斯馬尼 他就是一個愛心島 也是適合去工作 工作不是說賺不到錢 工作的部分就是他 季節都很短 你要一直移動 會很累 那時候 因為剛好有朋友在那邊 然後我們剛好 跨完年 就直接去塔斯 就是坐船 因為那時候我有車 那個我們的車可以開到這艘船上 然後之後 就 去塔斯 那時候很沉 我朋友在十二月底的時候開始採 我們去採櫻桃 然後 我到的時候 直接下雨下三天 下雨也不能工作 然後 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們採了一個禮拜工作 寂寞 我直接殺人 雖然那時候很暴力 那時候一個禮拜的心頭 哇靠 賺了兩千八澳幣 一個禮拜 那櫻桃真的是 我在澳洲好像是 賺最多 一週賺最多的工作 但是 怎麼弄 一個禮拜 又一個禮拜 然後就寂寞 然後我們就去 又要換場 換到一個 他們有分有梗沒梗的場 之後會做一集 跟大家介紹 採櫻桃怎麼弄 反正就是去一個 我時薪可能 整個三十五塊到四十塊的地方 我就覺得 好累喔 所以我們在塔斯瑪尼亞 就是待兩個月 前面一個禮拜 然後後面 我們工作還是有做 大概在做 再做兩三個禮拜吧 然後 我們就轉戰 去上面的貝塔 我們就去綁了 小花 那也是我 第一次在包裝廠做工作 少數的 包裝廠是做記憶件的工作 他就是 拿三個錢綁菜 之後也會再做特別的一集 綁小花也猜到底是怎麼弄的 那時候在那邊工作 大概三個禮拜 還有一個月吧 反正 有空的時間 我們就直接把整個塔斯 還了一圈 其實就是沒有到特別還 就是 幾個重要的點 然後 東南西北都 都跑過一遍 我過完之後 塔斯這個 舒服的生活 三月多 我又回去 然後那時候 我就連到我之間的一個工頭 然後就繼續到那個團隊 回去 撿褲桃 撿完褲桃 沒錯 就是到了 今年的 2022的 非常可怕的 草莓器 慘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一月到五月 我們就是做撿葡萄 然後五月 慢慢 休息的時候 可以去玩個一兩個禮拜之後 再移動到草莓 然後草莓寂末的時候 大概是十月十一月了 那時候再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都有去先接這些 藍莓 甚至櫻桃 還有 什麼 芒果 很多 今年會比重的 量級 那中途有去玩什麼特別的嗎 喔 中途 這個休息真的很重要 我們有去過 凱恩斯 的大寶礁 膚淺 深淺 跳傘 去過 墨烏本 大洋路 沿路比蘇花公路漂亮 真的很美 大洋路真的要去 然後他要去 雪梨 雪梨如果你經過的時候 真的是 至少要住在雪梨一個禮拜 就是好大 好好逛 好好買 會破產的那種 真的太好買了 然後 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你看到雪梨 六月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鎮 你看 玩的地方太多 講不完 而且我們只有玩過東邊 我們的中間跟旁邊西澳都還不去 所以呢 澳洲 真的 好賺 好玩 又好帶 又好買 又好買 真的是又好買 對 第十七個問題 為什麼你去了之後 不想回台灣了呢 OK 最直白 是 澳洲太好了 那我在澳洲呢 我現在每個月只有平均在十萬塊 台幣 但是 我在澳洲 過得又快樂 自由 敦放 在台灣呢 我呢 每天被 那些時間綁住 等於說就是 你只能 用更多的時間 去換取更多的薪資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個人能力的突出 讓你的薪水平放 台灣 時薪 那時候的薪水 時薪就是 一百五 我在澳洲時薪多少 六百塊最低 低到不能再低 就是六百塊 平均的時薪是 只能把他擺到一千 很明白的 為什麼我們想回台灣 真的可以賺到錢 而且是賺到 真的是很爽 因為你就是 我其實一直想要說是 出去吃飯的時候 你不用看價錢 我就直接 我要吃那個 我要吃那個 我在台灣怎麼弄 我早餐 不能超過六十塊台幣 我的午餐 不能超過一百塊台幣 晚餐 家裡有 有的煮 我就吃 家裡沒的煮 我就不吃 為什麼 我要繳學貸 學貸不知道幾十萬 然後 保險 全部都要自己繳 一個月要繳十萬台幣 房子 那時候雖然是住家裡 但是 沒有住家裡之前 我也有顧過外面 一個月兩萬塊 那時候扣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吃飯 有錢還好就不說 真的 那時候在台灣 我 待了二十四年 最後來澳洲 二十四年之前 所有的水 那是多少 十億萬台幣 二十四年 十億萬 就是 澳洲 很好賺 你會一直當農夫喔 你會一直當農夫喔 我 真的覺得我只適合做農夫 我的職業就是農夫 以後我只要回來看醫生 我上面的職業都要寫農夫 哈哈哈哈 第十八個問題 澳洲一年真的可以賺到一百萬嗎 太棒了 但錢有關的東西 我最喜歡跟大家聊聊 我呢第一年 因為我那時候的農場 那時候都是沒有做保底私心的 所以我們是做 祭建 那因為我 就是兩三個禮拜就上手了 所以我平均那時候的平均薪水 已經在八萬塊台幣 那時候我自己算起來 都覺得非常的驚人 好多喔 對 非常的多 我第一年有算過 因為我有做記帳的 那個習慣 我第一年 我賺了 幾萬 出頭的澳幣 大概算下來匯率也就是一百多萬 就是一百出頭萬 但是我實際工作的時間 扣掉玩樂 扣掉休假 我算過大概就是九個月到十個月 我實際工作的天數 因為中間那個移動的過程去玩樂 其實那個時間都蠻長的 那個在台灣不會有這樣的什麼 喔這個季節結束 你可以中間休息兩三個禮拜 在台灣沒有這種事情 台灣什麼 年假什麼 假那個什麼 都假 我也不知道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做服務業的 越是放多假 我們就越要去上班 第二年 第三年 我呢 算過了 一百 第二年大概是一百二十萬 第三年 快要一百四十萬 我平均 這三年 四個月 我會了 二十次五千塊回台灣 五千塊就是十萬 二十次乘以上住 我就是為了他們百萬回台灣 因為 我只要 我澳幣賬戶超過 一萬塊 我就一定要回回去 三年兩百萬 二十四年十一萬 不待在澳洲 為什麼要待在台灣 雖然台灣真的很好 吃得好 好吃 好便宜 但是 你的薪水這樣 怎麼弄呢 一間房子 一千多萬在台北 而且 在澳洲 八九百萬 房子比這個一千多萬的還要好 有沒有賺錢 然後跟那個有沒有物價高 我覺得真的是兩馬折的事情 因為你就是可以賺錢 但是看你怎麼花 如果你每個禮拜 領了一千塊澳幣 扣掉房租 扣掉有錢 算一算給你三百扣掉 還有吃飯 那基本開銷 你七百塊怎麼弄 你知道澳洲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叫做卡斯馬 有人在去賭博那種 哇一夜 想要一夜致富 結果是一夜 什麼都沒了 要不然就是你去學平 因為澳洲很好買 對 然後再來三次一餐 你什麼都給他去買 你說你澳洲賺不到錢 因為你一直去玩 因為你覺得澳洲好新鮮 你就一直去City玩 然後去各種地方玩 你就說欸 啊我賺的錢從都不見了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心態就是 賺的越多 你就會花的越多 就想要來賺錢 想要來存錢 人真是好目望初衷 一個月十成四成 四千就是八萬台幣 那你十二個月 那你是否可以存到 快要一百萬 我覺得 我是喜歡奢侈產品跟3D產品的人 所以 我想要的東西 我就會盡量去得到 最後只有存到兩百萬 三年 四個月 所以能不能 賺到一桶金 一定可以賺到一桶金 你的工作態度也很重要 反正你只要正常上班啦 你在澳洲 一個 一年一桶金沒問題 是賺喔 那是存 那又是一回事了 那就是個人問題 我只能說 一定可以賺到一百萬 但是你能存多少呢 那就是看你自己 加碼一個問題 對 你說 你說 你想要對幾家 要去澳洲 Walking Holiday 的北包客是不是 OK 我覺得 你們來的時候呢 你要先 大概清楚一下 自己來澳洲的島上 我就是賺錢的目標 還是你是要來 生活體驗 我覺得 你要先翻清楚自己的島上 才能決定說 你未來的走向 你未來的走向會 會比較平常 你就算來斷層 那你就可能就是 先去 找一些適合自己的工作 初期嘛 一定會跌跌撞撞 一定有適合你的工作 沒有不適合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就是 一定要 自己知道自己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自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 度假 度假 如果度假要在前面 可以啊 你就是好好 賺一下錢 你賺個兩個禮拜 啊 我們就好好去玩 不是 在那邊賺多少 花多少 就是體驗人生 這個也很棒啊 沒有不好 啊如果你錢很多 也不是說錢很多 就是你沒有壓力來澳洲 你可以怎麼樣 打工度假 掛個名嘛 對不對 我們就去玩啊 盡量的玩 人生就這樣 人生就一次 看你要怎麼做這個 好不好 澳洲很美 很大 很漂亮 讚 中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聯準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解決了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呢 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回擊 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抵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思 投資心把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陳耀廷和您與前同行 最頂級的豪車實驕 Stop getting moved I don't move 最熱門的新車長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套中大戰一輛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全球政經中報二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流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勢 這一次跟避險經濟對坐 所以讓他們大陪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政府的談判筒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核實的問題 對不對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同意要跟我們一談 美中六日晚上六點正式上線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珍珠包 石斑魚菲利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把CTI999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 總統級的享受